這題其實跟18年那題的Sample Proportion差不多是一模一樣 它就有一個Estimate Proportion 實際上根據一些研究 你就算到一個Estimate Proportion 即是Sample Proportion 那你用Sample Proportion 就推斷它那個Distribution 即是Variance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construct到一個CI 所以萬事的起點都是Sample Proportion 我們就用這個Case是441 over 841 會Continue to Subscribe 雖然它正常都不會怎樣陰理 不過你最好看清楚它這個 到底跟P的定義是否一致 然後就開始計算這個Variance Sample Variance 就應該是等於P再乘回1-P再除回N 所以Variance就按回 那是441 x 400 然後再乘回841的三次方 那如果你把它開方 然後再得出一個SD的話 你會發現到其實它是可以用份數來表達的 那就是420 再除回2-4-3-8-9 不過你用回少數 夠多位都OK 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可以construct CI 那95%的CI FOR這個P 就是等於P-什麼 P加什麼 那我們要包含的闊度95%呢 即是我們要找一個範圍 這樣切下去 而中間的部分 這一部分是要佔了95%的Date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找當SD是什麼時候 我們會出到面積是0.475半份 那所以你找圖 那你就找面積是0.475 即是它 corresponding 那個SD就是1.96 那希望不要只記了1.96 1.96的SD 和1.96的... 好 那所以呢 那當然你們操卷就操了很多次了 那不再講太仔細了 總之呢 就算到0.490622821 另一邊就是0.558128664 那即是說有95%的機率 我們這個範圍是包含到真實的proportion 那就去到B部分 那它就說有一個beta%confidence interval 即不是這個情況 另一個情況 那它那個準確性的情況之下 那個width就是0.088 那要計算到底我們包含了多少% 那width就是兩倍 我們那個corresponding的standard score 那就是beta%對應的standard score 那但是現在不知道多少 那然後就那個SD 就是0.088 那所以呢 我們計算回corresponding的standard score 就是0.044 再除回420 除回424389 好 就計算到corresponding standard score 是2.555038095 那就有少少爽了 因為它那個table 就去到兩個dp 就是2.55 那到底2.5555 就是怎樣呢 首先2.55就是這裡 那下一個就是24.4948 那根據我們的sillibus 我們要當它們的關係 是一條直線 然後拉回中間點 那簡單來說 2.55和2.56中間 那我們的area 就應該是0.4947 那假設它們的關係是直線 就會得出這個數 那當然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也有些方法去表達答題 你可以說set是介乎在兩個數值之間 2.55和2.56 那所以這個面積 假設叫A才算 這個面積就介乎在兩個數值之間 0.4946 和0.4948 那如果兩個都乘2 就是beta%的area 左邊呢 就算到0.9892 右邊呢 就是0.9896 那因為它其實題目要求 就是準確至nearest integer 那就是說其實相對都比較寬鬆的 它只要兩個dp 那所以beta%呢 就一定是等於0.99 那beta呢 就等於99 correct to nearest integer 那我想最大的問題都是 你計算出來的standard score 本身不是一個齊頭的數 所以我想大部分的考生都不適應這個狀況 但是其實在Cellibus裡面是有說明 如果考生是要掌握到呢 如果它是table沒有提供過數 應該要假設最近那兩個數 的關係是成一條直線的 不過反過來 雖然它考了這個 但其實都放了水 就是假設你夠膽試 無論你用哪個數都好 那你用2.55也好 2.56也好 你都會計到一樣的答案 也好